东海岸风景区的观光人潮不断 而现在马上要到了春节的九天连续假期 预估还会涌入更多游客 但是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却发现 有不少人乱丢垃圾 甚至在仙人掌上面刻字 功德心实在有待加强 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的奇观水往上流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好奇来看 但为了要看水到底会不会往上流 游客就把树叶废纸薄特瓶 甚至统一发票都丢进水里 可是游客的好奇却造成环境脏乱 清洁工每天都要守着这条水沟牵个不停 牵过了 再看看三仙台风景区进入海滩的入口 游客都不约而同的向左看这两颗长得并不奇特的仙人掌 因为无辜的仙人掌都被刻满了字 引来过往游客观看海拍照 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无聊又没有功德心 很夸张 太没功德心了 从刻的字看起来像是中国游客的行为 不过也有少数是国内游客客上去的 可是明明风景区内都立有违反规定最高罚50万元的告示牌 但游客还是不遵守 特别是中国游客 可是这样的处罚就算对中国游客开了罚单 他们不讲我们的政府也无法到中国去强制执行 最多只能道德劝说 对路客来讲 因为每一批来的游客都不一样 我们尽量都还是采劝导的模式来处理 东海岸的风景常吸引大批游客来玩 可是观光品质还是要靠游客来维护 尤其是春节九天假期马上就要到了 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呼吁游客到东海岸游玩要有功德心 而带领中国游客团的导游也要负起责任 阻止破坏的行为发生 记者张敏哲台东报导 茂谷干是云林斗六的特产 也是过年很讨喜的水果 现在由产销般改良了茂谷干的 品种技术 种出皮薄枝多而且更甜的茂谷干 现在正进入采收期 越来越接近过年 斗六的茂谷干也已经进入采收期 这地农民每天忙着采收成熟的茂谷干 因为它金黄色的外皮很具有过年喜气 所以很受民众的欢迎 不过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多端的影响 要种植茂谷干并不容易 有道市果树产销般人员表示 因为瓦骨干皮薄之多 很容易有裂果产生 为了要找出解决措施 搬远特地到赶粮厂和农市所找专家来研究 从种植环境改善让排水更顺畅 在管理施肥方式 让瓦骨干稳定生长 也教导许多在地农民以减少裂果损失 果树厂销邦员表示 国内粽子瓦骨干的栽培面积 大约有1300公顷 厂区集中在云林县台中市等地 未灾斗肉的瓦骨干也是中南部地区 最早熟成转色 甜度高达12度 民众也可以看外皮颜色来选购 越深越红口感就会越好 记者王雄云林报导 桶庄瓦斯重量不足的情况 到底有多严重呢 有民间团体最近调查发现 高达四分之三的桶庄瓦斯 偷精减量 最离谱的是号称20公斤 实际重量少了4.3公斤 这等于是让民众损失将近200元 民间团体要求主管机关加强稽查 保障消费者权益 民众从瓦斯行叫来的瓦斯 开口风模完好无缺 但是将20公斤的瓦斯洞 放上磅成一梁 足足少了4.3公斤 而且不止这一桶 另外两桶也少了2.1公斤 和1.65公斤 台湾小保会接获民众投诉 前往瓦斯行调查 竟然发现有高达75%的瓦斯桶 重量严重不足损害消费者权益 以市价8、8、19来计算的话 大概消费者每叫一桶 就要损失将近新台币200块的金额 台湾小保会指出 瓦斯头顶检俩情况实有所闻 业者就是看准民众无法自备棒秤 测量出实际的重量 不过业者喊员表示 会出现检俩不足是源头分装厂出问题 但看看瓦斯航现场 从分装厂出来的统装瓦斯 多数封膜已遭拆开 业者解释要等送给民众时 再重新称重封口 但台湾小保会认为 此局已经违反石油管理法 要求主管机关应该积极击查 记者理事员许正俊告诉我们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你下棋下得真好 我举白棋投降了 手语的结构是 你下棋下得真好 你下棋下得真好 我举白棋投降了 我哎呀 我看